花南市公所办理的 2021小城生活游市妈系列活动 从8月份陆续的登场 而其中第二场的菜市场导览活动 是由民生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黄碧云 带着大家一步一脚印 拼凑出了复兴市场的点滴故事 也认识到了巷弄中的优质摊 你在家有房间 民生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碧云 拿着麦克风带领着民众走进复兴市场 透过导览方式一步一脚印走访周边 认识巷弄中的油脂摊贩 及背后的点滴故事 这是花南市公所从8月份开始陆续办理的 2021小城生活游市妈系列活动 以各种形式呈现出传统市场的独特魅力 我们今年游市妈的活动 其实是延续去年的菜市场计划 然后也是带领大家到 我们花莲市的几个市场 包含重庆市场 中华市场还有复兴市场 来做一些市场的导览 那有别于去年的市场导览活动呢 我们去年主要是由 就是会逛市场的一些居民 然后带着大家来 但是我们今年特别是邀请了在市场居住很久的 包含市场知识会的主委 或者是社区发展中心的理事长 我们希望说能够邀请这些 这些讲师来带领的话 能够更贴近我们市场的一些知识面这样子 为了让更多人愿意走进传统市场 花莲市公所已经连续两年办理系列活动 这也让摊商陆续看见有所成效 这几次的活动下来 我们发现说 虽然说没有办法说立即 有带动人潮的效应 但是据摊商讲 因为 透过这个活动的介绍 它有一个故事性 那摊商也发现很多 以前没有来到来跟它购买的客人 目前有一些新的客群出来 那比方说这个活动还有它一定的效益存在 而这次的游四妈系列活动 除了菜市场导览外 还有艺术共创工作坊 赛事展览等等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花莲市观光文化资讯网 来做进一步的查询 记者 许丽琴 花莲市报导